这个问题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弥陀非常慈悲 对于悲心很重的人 发愿殊胜的人 有特别的价值 如果是他发愿 要先度众生 后成就自己 佛也帮助他 只要跟阿弥陀佛见了面 就能够得到 弥陀本愿的价值 无论在哪一道 寿生 都不会迷失自信 所以这个是 不可思议的法门 也是自古以来 许多祖寺大德们 讲的男性之法 这个法 是佛在一切经里面 从来没讲过 一切诸佛插土 从来也没有这些事情 唯独西方世界有 这个礼非常之深 四很明显 我们要相信 佛法是教育 而不是宗教 这是我们已经把它认识清楚了 佛陀的教学 跟孔老夫子的精神 完全相同 有教无类 也就是 对一切众生 平等教化 但是 夫子 确实 他教学的范围 是在世界 而且 执在人世间 至于 天道 归神 父子常讲 是归神 而预言之 我们讽刺他 但是 不能够 清净学习 这个语言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跟他学习 而释迦牟尼弗的教学 范围就大了 虚恐伐界 一切众生 范围 广大 而没有边际 这里面讲 实法界 现在科学家讲的 不同维持空间的生活 那么 不同维持 到底有多少数目 没有人知道 在理论上讲 是无量 所谓 而佛呢 统统都教化 佛有什么能力呢 佛不是说 他有能力 佛是讲的 每一个人 自信的 本能 我们仔细思维 他的理论 能够站得住 我们会点头 会相信 自信 真心 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本性 本来具足 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无量才艺 无量的向好 我们常讲 佛有三十二相 有八十种随行好 而实际上 佛讲的 这大臣经上讲的 佛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你本来有的 所以佛说 他没有东西教人 他教人的东西 全是业切众生的 本能 但是 他的本能 恢复了 他说 众生的本能 是隐藏着 有东西把你盖付住了 使你的本能 透不出来 不起作用 不是 没有 确确实实有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 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了 不但是 不但是 法门 平等 没有高下 常讲的 身 佛 平等 身是众生 佛是诸佛如来 身 佛 平等 这大臣经上讲的经义 这十四十真相 为什么世间有聪明 有愚钝的呢 那就是你盖父的烦恼 有轻重厚拨不同 烦恼轻的人 智慧就高一点 烦恼重的人 智慧就低一点 造作善业多的人 相貌就端严 造作我业多的人 相貌就丑陋 这个境界 没有一定的 千变万化 跟我们身体一样 身体也是属于境界 这是相 现象 相随心转 所以一个修行人 认真 断我修善 过几年呢 你看他相貌变了 相貌变好了 变得很慈祥了 说明他修行功夫得利了 相随心转 境界也随心转 如果我们一个人一生 都被外面境界所转 这就是说 你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是凡夫 你自己做不了主啊 你要能转境界 你不会受境界影响 你能够影响境界 这个人就是佛 冷言经上说的 若能转境 则通 如来 所以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 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众生 别说到人间来 出生道 卧鬼道 地狱道 他哪一道都能去 他这个空间维持 全部突破了 他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这有功夫了 这个功夫呢 当然 一方面是自己修的 更大方面呢 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 使你横住念佛三昧 你才有这个功夫啊 那么我们要问 有没有必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呢 是绝对有必要 所以我们肯定 西方极乐世界有啊 阿弥陀佛有啊 民莫秦苏 偶叶大师 别号叫西游道人 西方有啊 他真性啊 他说极乐世界确实有 阿弥陀佛确实有 所以他叫西游道人 这是我们要肯定的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决定不同 维持的空间 他是高维持 极高无上 他是把所有一些不同空间维持 全部突破 所以世尊赞叹他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 是赞叹他的智慧能力 空间维持 全部突破 佛中之王 是赞叹他的德行 我们对这个要相信 释迦摩尼佛决定不讲假话 而诸佛菩萨在世间实现 记住一个原则 必定是针对 现前社会需要 提供拯救解决的方法 这个对我们才真真有利益了 对现前不适用的 这些理论方法 他决定不说 我们今天的社会 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我们要知道 这个危机 教育彻底失败了 过去世界还能维持 一个祥和 原因在哪里 全世界 对于道德 伦理的教育 疏忽了 中国人重视 这十三一道 经常讲 射分之一的人 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射分之九的人 沾光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口 在全世界比例 不止十分之一了 大概五分之一了 五分之一里头 有一半的人 接受儒家的教育 佛法的教育 这个世界 就能够安定 就能够维持 那么在这一个世纪当中 这一个世纪 前半个世纪 还好 我还受到一点教育 我在抗战期间 抗战是个戒心 抗战期间 胜利之勤 家庭父母 学校老师 还给我们讲一点 冷藏道德 我们还受一点熏悉 抗战胜利之后 没人讲了 所以现在人 不懂得做人了 我们看到小朋友 他的思想 他的言行 仔细观察 感觉的很恐怖 三四岁的小孩 看电视 天天霸占着电视 他家里有 客厅有大电视 房间有小电视 他父母要看的节目 跟他不一样 父母叫他 你到你房间 去看你小电视 不 小人看大电视 大人看小电视 这种思想言行 我们听到之后 提心吊胆了 莫无尊障 他长大之后 怎么办 所以想想他从小 就这样子来养成 小孩很可爱 现在是可爱 大了就不可爱了 这是对于教育上的疏忽 所以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外国宗教讲的世界末日 我很相信啊 这个问题 现在要不重视它 要不认真地 想办法 来挽救 二三十年之后 这世界没救了 所以今天 学校教育不讲了 这个社会这些样子 你打开电视 打开这些网络 里面内容是什么 杀到盈望啊 全世界的众生 脑子里都想起这些 这还得了吗 众业所感 大家都造卧业 卧业天天增长 果报就不可受使了 世界末日 真的就到了 基督教讲世界末日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也讲世界末日 佛教虽然不讲世界末日 佛讲有末法时期 有灭法时期 佛家将善我果报 众善因的善果 造卧因 决定有我报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在这一生短短期间当中 要懂得修复 什么叫善 什么叫窝 必须有能力 有智慧 辨别 反而是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社会 安定世界和平 这是什么 凡是利益自己 利益自己的团体 损害别人 欺骗别人 这是我 我的果报在山土 这又何必 人在世间 你能活几天 算你活上一百岁 也不过三万六千日 想一想 太短暂了 这么短暂的时间 去造作罪业 堕落在山土 那个时间就长 不值得了 所以在这个世纪 读圣贤书 学好的 受好的教育 必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 克服自己的欲望 真正发心 利益众生 你说 你要想回来 度众生 这我常讲 要度众生 是先度自己 你自己没有得度 你怎么能 度得了众生 怎样度自己呢 把自己的烦恼吸气 全部改掉 就是肚子 就是肚子 这个实现 业道 就是标准 杀身 是习气 是烦恼 我从今而后 不杀身 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 常常看到 蚊虫 蚂蚁 苍蝇 这些小动物 在我们房间来干扰 有意无意 就被他杀死了 学佛之后 再也不杀了 他也是一条命 蚂蚁到这来 他也是来找东西吃 出来觅食的 谋生的 他没有犯死罪 我们为什么要杀他 决定不可以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 慈悲心对他 我们要布施 供养他了 他找东西吃 我们给一点东西 放在那个门外 院子里面 他慢慢就到那边去了 以后他就不会再来干扰 不需要杀他 不需要防范 不需要用杀虫剂 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可以跟他沟通 他有灵性 凡是有灵性 你杀他 难道他没有报复的心理吗 将来他得人生了 我们变蚂蚁了 他也来杀我们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事情决定不能干 偷盗 最容易犯的 凡是 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都是属于偷盗 有些人说 不损人如何能利己呢 这个观念就是错误 就是迷惑 他不知道 利人才是真正利己 真正先取利益众生 佛教给我们 广修供养 广是广大了 没有边际的 对一切众生呢 我们尽心尽力 供养他 布施他 国报不可思议 我们布施这一个国家的人民 那你要是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将来来生的国报 一定是在这个国家做国王 为什么呢 你对他有恩惠 你要布施全世界 那你就做龙王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统治全世界的 这个大王 世界的盟主 许多国家都情愿 听你的教诲 都服从你的号令 从布施带来的 你今天有钱 赚了很多钱 你前世修的才布施 你今天有智慧 你过去深中修的法布施 你的健康长寿 是你修的无微布施 修什么因 得什么苦 没有修因 所以今天详尽方法去得国报 得不到 没有智慧事情 所以干哪一个行业 说能赚钱 我不相信 哪一个行业都不能赚钱 你真正命里头有的 不施多的 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赚钱 命里有 你做那个事业 那是语言 你有因 因接到语言 果就现成了 你没有因 语言再殊胜 你什么也得不到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唯有佛讲的透彻 讲的明了 所以度众生 先要度自己 度自己 先要改变自己的烦恼稀奇 头一个要改变 把自私自利的心 盖掉 学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自己 金刚经常说的好 菩萨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随类化身 我到这个世间来 就行菩萨道的 就是来度众生 度自己就是度众生 因为你度自己 就做一个好榜样 你是社会大众的模范 是社会大众的榜样 让人家看到你 尊重你 效法你 向你学习 你就度了他了 你不能度自己 你决定度不了别人 你说的再好 人家看看你 不像吗 那怎么行呢 你看 释迦牟尼佛 诸大菩萨 历代祖师大德 他做一个榜样 给我们看 一生 唯有修善 绝不足 只有利益众生 绝不利益自己 他知道 众生就是自己 利益众生 是真正利益自己 所以新量要大了 这言语说得好 量大 富大 量小 富就小了 一丝也好的善 这个善行 如果心量大 他这个善行就扩大了 就变大了 心量小 做再多的善思 国报还是小 它不会超过你的心量 所以头一个要把心量脱开 心包太室 量周杀戒 遵守佛菩萨的教育 我们今天把这个神教 归纳为五个纲领 我们很容易记 很容易学习 一定要很认真 努力天天去做 那么他第二个问题 问题 释迦摩尼佛 事先由玛默之报 去三天头痛 阿弥陀佛 如果到这边来事先 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出现 这是教化众生 告诉众生 因果可谓 成了佛 不能说是 就没有果报了 过去造的 我没有果报了 成了佛 果报也现前 也现前 他无所谓 他知道 这是还债 这一笔勾销了 非常快乐 接受 果报 世间人迷惑 接受苦报 他不甘心 他怨天诱人 佛菩萨知道 也应果报 所谓事实 这个大修仙人 不媚因果 不是没有因果 不媚 就是对于因果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